镜头转到苏澳 为了推广在地的农特产 苏澳地区农会特别推出了 荷鸭米以及段木香菇的伴手礼盒 采用有机栽培 希望可以透过农会行销包装上市 来增加农民收益 苏澳地区农会的荷鸭米已经栽培10年 除了土地的改良之外 也慎选鸭子品种 孕育出优质的有机生产环境 稻米品质非常优良 另外苏澳地区农会福岛南澳农民 栽种的段木香菇采用段木栽培 主要是使用枫香以及香丝树等等 加上因为天后关系 香菇的香气特别浓郁好吃 还有端木香菇 端木香菇是我们南澳的特产 那么过去也都有在做 那么现在我们以这个农会的这个立场 把它再推广出来 我们南澳香菇品质 在前程讲起来算是低流的 因为它这个我们这个端木香菇 是以一般的这个木炭去烤的 去烤出来的 所以它烤出来味道特别香 它不是像一般用那个 好像是说用那个什么电器类的那个去烤 它就不是 它这个用纯粹的木头去烤起来 然后烤起来 所以这个味道特别香特别好 最近食安问题严重 苏澳地区农会福岛有机栽种的核鸭米 以及段木香菇上市 欢迎消费者多多采购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包